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文化视野 我是李方 欢迎来到我们养生天天聊节目 那我们这一期的话题是老龄照护他到底是谁的责任 老人子女或者说是政府吗 那么法国有一位哲学家西蒙波娃 他说一个社会怎么样来对待老人 这个揭示出这个社会的原则和目的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老龄社会 很多国家都迈入了老龄甚至是超老龄的社会 老年也是我们所有人未来的模式 生老病死是谁也无法避免的人生历程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看意大利的老龄照护 他是怎么做的 我们都知道 大家知道 欧美的老人照护 据说有一些国家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有一位朋友 他到了意大利 他的朋友就告诉他说 意大利有很多老人 这么多的老人家人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 他们会雇用外籍看护 这些长辈住院陪同的外籍看护 会抽空走出来透透气走动走动 医院门口也有一些商品 这个当然就成了外籍看护的购物中心了 据公开资料表示说 每四位的意大利人 近乎就是有一位是尹法族 我知道这个老龄是一个多么高 那么在这个超级高龄的国家 男性他的平均寿命呢 是据公开资料显示是81.2岁 那女性会更高一点就是85.6岁 长寿呢可是一件人生的一大乐事了 但是呢这个谁来照顾老人就成了一个问题 WHO自从2000年提出了是健康余命 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人呢在离世之前扣除他不健康 没有办法就是自由行动的这个年龄之后呢 实际上呢他是一个健康的时光 现在的老人照顾呢高龄化就是一个大热门的话题了 欧美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境呢 但是据说欧美的就刚才我们讲了 是据说他的这个老人照顾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那意大利的老人呢是越来越多 那相对的呢跟其他国家也是相同 就是新生儿啊就是越来越少 就大家都不想生孩子了 什么原因啊让人口结构变成这样呢 那再来剖析一下 又是为了什么大家都不生孩子呢 不愿意生孩子 那有人就说呢这个养孩子那多花钱呀 所以说呢有人说在台湾就大家常说两个恰恰好 那有的人就说了哈一个都苦哈哈了 还两个恰恰好不敢生不敢生 那不愿意生也在我们周围呢 常常有人这样子来解释 但是真的只是这样吗 过去的研究数据呢显示了少此话 并非大家呢不生第二胎 而是呢结婚率是不断的下降了 越来越多的绿龄育龄人口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 就是大家都会找不到说喜欢的人 选择或者非自愿的就是啊 干脆就不要走入婚姻了 那看一看意大利的情况呢 结婚率呢同样是欧盟的 这个末班车啊结婚率低 他的总生育率也是低的 根据欧盟的价值观的一个调查显示呢 各国对父母应该竭尽所能来照顾子女 大多数这个人当然是双手赞成呀 那不过被问到说无论父母是否尽到责任 子女都应该来敬爱父母 照顾体弱或者生病的父母 是成年子女的责任 这个 这个说法一出来的时候呢就有一些 不同的声音 在意大利啊就一些调查显示呢 80%的意大利人呢他认为呢 人就是应该奉养父母的 那就是但是赞成的这个 这个瑞典丹麦人呢 却这个比例很低 这有25% 有学者就分析了 北欧国家倾向接力式的奉养 那父母呢照顾子女 孩子成年了就是继续把资源 传递给下一代 比如说房子啊 一些财产就给下一代了 那相反的呢 意大利西班牙 希腊等南欧国家 他则是接近于儒家的孝道文化 像我们华人一样 重视父母要高顾孩子 抚养照顾年迈的父母长辈 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大从中世纪 因为生产制度的影响 那意大利呢也就是流行呢 以大家族为单位 但是电农呢 需要上缴部分一些收成给这个地主 单兵作战呢拼不过团体战 地主自然是倾向于租给大家族 那这个回收呢 当然就是回收的利润会更多嘛 那这种历史影响呢 它也是影响了南欧的家庭文化 那今天呢 许多意大利的大企业知名品牌 仍然是由家族经营的 过去父母老了 儿女一肩扛起 但如今呢 大家知道呢 孩子生的少了 那而且呢 人呢 变得这个医疗 这个越来越高科技化 那么活的就更长了 只是呢 是不是健康的 能够自理的活着呢 很多人是插着这个鼻胃管呢 或者说是在行动不能自理的情形之下 但是他还是生命还是在延续着的 那就是说呢 那意大利他也面临了越来越多的这种的情况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就是没有办法来照顾长辈 家庭养老的功能实际上是正受到这个一些挑战的 那我们知道呢 那我们知道呢 在以往啊 就是说这些照顾压力大多是由家里的女性 媳妇 女儿 来儿子啊 这个来承担 每个家庭背后呢 其实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来承担着家里的一切 要顾小孩顾老人 但是呢 随着这个现代社会呢 这个妇女呢 她走出来的几率也很高 而妇女的就业率也在提升 加上不断这个延后的高龄化的寿命 漫长的不健康的岁月躺在床上 不能自理的这样子的岁月 那么自家的老人要自家雇 这个呢 就变成了说不出的苦 因为呢 这个老人躺在床上 比如说现在中风的几率很多 那中风的人他可以十年 甚至二十年三十年都还活着 但是他的生活呢 是需要家人来照顾的 在漫长的照顾当中 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不过呢 有一点比较奇特 在北欧西欧普遍的安养机构 呃就是呢 在意大利呢 其实他是不太受到欢迎的 呃为什么呢 因为意大利无法自理生活的老人 大概有150万至270万 这个是据一个公开的一个资料显示的 呃 仅仅百分之二十八呢 他们要住在安养机构 那在高度家庭主义的社会当中 照顾这个是子女的这个理所当然的责任 这个是一个普世价值的时候 那你如果把年迈的老老年的父母 送到安养院里去 那其实呢 在很多的国家 甚至在台湾呢 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指责 或者说 哎是不是不孝顺呢 呃 那在意大利呢 也是这样的 传统的意大利 意大利人呢 他会用一个 不好的眼神瞪着你 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把父母送到这个养老院里去 你要自己来雇 不过呢 安养院呢 被意大利人视为是穷人的救济机构 你看这个观念啊 这个每个地区就不一样了 他说啊 这个是穷人 因为他很穷嘛 他要去工作 另外呢 他还得非常的 这个冷血一点啊 你才能把父母放生到安养院里去 这样子呢 所以说呢 这个沉甸甸的污名呢 让这个中产阶级 对这个老龄照护啊 就是养老院啊 他是 避之唯恐不及啊 这个 他非常 害怕担负这样子一个骂名啊 所以他不敢把父母送到这个养老院去 所以呢 那既然不能送到养老院去 那自己要去上班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也要忙 那怎么办 所以说呢 意大利的玛利亚 就成为一个最佳的折衷方案了 意大利的政府呢 对外籍劳工有严格的权益的规定 你比如说要签订正式的工作契约 还有说 劳雇双方呢 要缴交劳工保险啊 劳动条件需要符合很多的规定啊 包括一年保障13个月薪水啊 而且还有要有育婴假法定特休 如果看护呢 住在这个家里的话 雇主需要证明你的年 就是年收入要超过2万欧元 那折合成台币大概就是快要70万新台币了 也就是那折合成每个月就是五万多 六万六万哦 五六万块的这样子的一个收入 这个收入呢 如果在台湾来讲也是算蛮高的啊 那每周保证至少要雇佣劳工20个小时 雇主相对呢低廉的 不过一个期望 不过一个星期的供念 是见过的 有关关系的 这种方法 那是一点的 我们在台湾上 后来有机会 再到达第2个月 播放人以后 禁止 说的 那待会在这边 guest者 这个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我们不仅要活得长 而且要健康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那这一期呢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关注 提醒您订阅点赞 来支持我们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